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黄刀吕布相当于是一个加速器 可以大大提高吕布的发育速度 相当于让吕布提前到达了强势期 当黄刀吕布强势归强时 也有一定的缺点 首先黄刀吕布放弃了原来的输出装 转为肉装 但你放心 伤害不会缺 因为有黄刀的增伤和自身的增伤 反而成伤能力大大提升 容错率更高 还有黄刀吕布对大招的准确度要求更高 没有闪现调整位置 大闪也就不复存在 除此外 黄刀吕布剩下的都是优势 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黄刀吕布 前期要以发育为组 适当参团蹭线 后期装备成型后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带线了 更多的是配合队友开团 虽然现在黄刀吕布很火 但并不代表传统吕布不行了 只不过传统吕布发音慢脱节奏 如果撑不到后期的话 输的几率高一点 啊 明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